《一話一世界》新聞看時間 大家好 我是周嚴 朝鮮勞動黨委員長 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 從7號到10號對中國進行訪問 今天也正好是8號 正好是金正恩的生日 在中國過生日 傳遞出哪些特殊的信號呢 這張圖片是朝鮮官方 發放給各大傳媒 金正恩和夫人李學竹 在離開平壤時拍攝 這是在特殊的節點 特殊的人物的一次特殊的訪問 毫無疑問傳遞出一系列特殊的信號 這顯然不是一次禮節性的訪問 尤其是考慮到第二次美朝峰會即將舉行 在重大談判當中 單刀附會是一種勇氣 但是單槍匹馬心裡沒點 那就不好辦了 記得去年和文在寅歷史性會晤之前 金正恩就首次訪問了北京 在和特朗普首次會晤之前 他又來到了大連 現在他又來北京訪問了 有媒體報導說 美朝官員已經多次在越南首都河內 舉行了會晤 商討美朝領導人下一次會晤的安排 外界猜測河內很可能是第二次美朝峰會的地點 看一看這張資料圖片 第一次美朝峰會時 兩個人的表情不知道這種輕鬆的氣氛 會不會延續到第二次峰會 外界普遍認為第一次峰會收效甚微 金正恩並沒有採取切實的行動 來兌現無核化的承諾 一年之前半島局勢還劍拔弩張 甚至在戰爭的邊緣 突然之間新加坡峰會握手言歡 一切峰回路轉 但是隨後又相互批評 進展艱難 這第二次峰會談什麼要如何談呢 美國聯邦政府局部停擺進入了第三周 總統特朗普第一次提出 用鋼材建美墨邊境圍牆 換取民主黨人通過撥款法案 特朗普同時擺出了強硬的姿態 表示不排除動用總統權力 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並且動用軍費來新建圍牆 看來特朗普修建邊境牆的計劃 底線已經越來越低成本上 也不斷地讓步 甚至明著想要動用納稅人的錢 每年的1月7號是東正教聖誕節 東正教聖誕節比大部分西方 基督教國家聖誕節要晚一些 畫面上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家鄉聖彼得堡 參加東正教聖誕節慶祝活動 這張圖片攝影師在構圖上 並沒有把普京放在畫面的中央 不過他正好和畫面右邊的小女孩 四目相對流露出的親民範 第二 也正好是攝影師想要表達的 一片祥和 難掩同真 這個教堂正好是普京 小時候受洗的教堂 以上是今天見識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見